我記得我禮拜五去上盤中節目 主持人問我 可不可以買AI 可以的話請舉圈 我拿一個圈的牌子出來 其實有時候最好的買點 反而是你們最害怕的時候 技術分析真的屢試不爽 然後我們來回想一下 來看電腦畫面圖 這條線叫季線 你學過了100次的技術分析 叫做季線往上回測季線是買點 我再放大一點 問題是星期五你敢買嗎 你星期五不敢買的 你現在看我節目是不是有一點 有點懊惱 那技術分析明明教科書就是這樣講 季線往上回這季線是買點 那禮拜五有這個 因為我們放了那個颱風降 所以星期五的時候開盤 當然要反映一下 美股當時是回島 那一天的氛圍來講的話 事實上對AI也不友善 為什麼我認為AI那天可以買 其實你們看我的標題就已經知道 你這幾天有回去看我YouTube的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我標題怎麼寫的 有哪一位分析師直接就把標題寫出來 你回去看我禮拜五我的YT就好了 問技嘉誰能帶你AI族群大訪工 這是上禮拜五 我在電視節目中給各位看的這個標題 所以各位 這個一檔股票就已經倒進了所有的 我股票不多 坦白講你們看來看去就是這些股票 那當然今天大家會問說 為什麼今天的成交量會比較少 我在盤中的時候已經解釋很清楚 因為有太多AI的股票 七早八早就鎖起來 鎖起來你們也買不到了 這成交量當然會小 你不可能說AI買不到了 你想要去買別的吧 所以這個成交量會少的主要原因在這裡 所以觀眾朋友們 我們這活動繼續會下去 就是一起發破萬對折 快接近的你們加油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活動我們會繼續下去 我們會繼續下去 就是問技嘉誰能帶你AI族群大訪工 我們一起發這個活動 我們會一起辦下去 來看一看 你看看這技嘉多可愛的技嘉 93塊技嘉 因為我中間有太多日期的 我就用簡略法給你看 94塊8的技嘉 寫要噴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波主打的就是 一直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有沒有 會噴才是英雄 會噴才是英雄 你們看到了就知道 其實做股票就這樣 會噴才是英雄好不好 這是111塊錢的技嘉 當時來做比較分析表 這是117塊5毛的技嘉 這都離你們好遠 然後這135塊5毛的技嘉 也離各位太遠了 這是234塊的技嘉 是離你們最近的一次 然後到7月25號的時候 我們創造了一個 應該來講的話 這個操盤以來的一個奇蹟 你不管是234塊買的 都差了148塊 93塊買的差了311% 117塊5毛買的差了225% 總共是536% 再加上148塊5毛 然後我們回來以後 我們就一直幫各位觀察說 什麼時候它是一個 不錯的切入點 不錯的切入點 我們都有幫各位 我們都有幫各位看 當時就是一直留意這個月線 到底守不守得穩 這是星期五 為什麼我當天我星期五 我說這裡絕對是一個買點 因為它填席 就是那麼簡單 如果不是技嘉出席 當天填席 我還不敢講說可以買 一找它就填席給你看 很明確 當天前一天外資買了5990張 它本來不是8月4號除席 各位你要知道 它本來是8月3號 因為遇到颱風 所以延到8月4號才除席 就是因為當天除席 我才會在早上的節目中 很明確地告訴各位 它填席了 可以開始買AI 觀眾朋友們 有沒有再度民眾 你們要看我節目其實很簡單 我會用你們熟悉的方式來告訴你 什麼可以買 什麼不可以買 那星期五會給各位舉一個大圈 說可以買AI 就是因為技嘉當天填席 所以一路走來 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因為你們星期五 收看本人超越巔峰的節目 我就已經把這張字卡拿給各位看了 問技嘉 誰能帶你AI族群大返工 講得有夠清楚 所以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這個一起發的這個專案 還是持續的在 在推動當中 我在一起發的專案其實很簡單 你出一半 你出一半 剩下一半我出 好不好 剩下一半我出 你要一定要跟得上 一定要跟得上 當然技嘉的基本面 也沒有改變 也沒有改變 我只是讓各位了解 又再度命中 對不對 我除了講技嘉以外 我也跟各位講廣大 廣大也是這一波要特別留意的 有人會講 你145塊再講廣大 那又怎麼樣 我的看法是認為 主身段才是我真正要跟各位講的開始 他從145 漲到271 整整漲了86.9% 然後開始回檔 我們回檔過程中 我們也跟各位講說 你要留意 他已經跌了將近21%了 那你可以明顯的看到 是不是星期五的時候 我就畫了這條線 我說他有回錯 這個月線是手穩的 開始要往上漲 我寫的有夠清楚了 回測月線214塊 手穩的要往上走 我們來看一下廣大 是不是回測月線 這才是最正統的技術分析 因為廣大是這一波整個 AI裡面也算是頂強的 非常強非常強的一場個股 他在星期五的時候 也是回測月線 也就是在那一天 同樣的技加 他除息 如果我們全把這個息 加上去 事實上他禮拜五 重新站上月線 那你今天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今天這個技術分析 就是那麼可愛 他今天這個月線 就是313嘛 他今天最低就是312.5 直接就拉長停板 所以就很明顯的告訴各位 你技加不能不留意啊 而且我們也知道說 MSCI要調整季度 對不對 季度要調整 有六七檔股票 可能會列入的 其中技加就被點名 如果真的有幸 他被MSCI納入 我說真的 真的應該謝謝我啦 我幾乎沒有一天不講技加 沒有一天不講技加 那給各位看到了技加 也給各位看到廣達 今天廣達也是長停板 廣達其實他有個優勢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跟你講 他的借券賣出餘額 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廣達 借券賣出餘額真的非常高 這種股票我說實話 你們可以不買 但是你沒有必要去放空這些股票 對不對 你就像這技加也是一樣 他的借券餘額一樣在高檔 下都下不來 其實有機會已經 借券餘除息錢已經回一波了 大家就是始終不願意 你就是打死不退就對了 打死不退 那也沒辦法 你看廣達也是 81881張 回測月線也打死不退 那我只能講 你們對於這種股票來講 有時候 不買就算了 何必要在一個多頭價格裡面 硬要為了做空而做空 實在有點可惜 那今天廣達也漲停了 同樣的 這光通性比較比一比 我們當時就認為說 波羅威是一個被低估的股票 那時候是61塊6 那這是他的基本面 當時是講說背禮 波羅威的背禮 也講波羅威是一個長線大底的股票 那他從61塊9 一路漲到94塊9 然後再漲到104塊 然後漲到了108塊 總共漲了75% 那那一段歷程我們也跟各位 教了各位一個技術分析 跟各位分享 他就是股價創低 二次黃金交叉往上 所以從61塊6 以口氣漲到108塊 休息完了以後呢 你看看今天他再度拉到漲停板了 為什麼 我沒有寫特別多 我只告訴各位說 因為他的EPS又開出來 所以今天你感覺上波羅威一下就說漲停了 華星光卻比較 要漲停不漲停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 波羅威第一季他賺了0.8 結果他第二季居然賺了1.98 是成長了147.5% 所以我們當時做產業分析的時候 也認為波羅威是應該光通訊裡面 被各位遺珠之憾的一檔股票 那今天也漲停了 所以 我剛剛一來上節目的時候 捷魚一看到我就笑嘻嘻的 你是不是股票很多漲停 我說 你們看了就知道了 其實股票市場就這樣 我們不見得 我們每一檔跟各位講的股票 都當天都一定會漲 可是你經過一段時間你來 你來看你會發現 真的他韌性很強 當然今天又回到AI 那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講 AI休息的時候 可以買的一些股票 也許今天震盪 但是 我也 我不會受到影響 就比如說 像這個義龍店 當時我們跟各位講 大抵完成 然後 月線是出破了長期的下降壓力線 然後 當時大跌的時候 他都還可以抗跌 結果星期五的時候 拉到漲停板 對不對 他懂作說AI筆電 那明年可惜 當然 他今天 有沒有填息 觀眾朋友 他真的有填息 完全填息 一填就填 填息完 雖然有小壓迴 但是我覺得 市場就是這樣 你們該要留意的還是要留意 我覺得 我不會因為說他今天填息完 稍微有回 我就不講了 因為他是一個底型的股票 而且月季真的也不錯 他第二季賺了1.74 比這個季增61.4% 七月合併營收也是月增的 創了一年來的單月新高 所以填息 代表我也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 一直跟各位講 義龍店你要參加除息 因為他就會填息 那本身已經有了 價差了又填息了OK 我就是因為看到了 這個技嘉填息的 我才會跟各位講說 義龍店你們可以參加除息 那義龍店本身 他也是AI概念股 只是大家比較習慣 AI概念股 你會比較習慣 技嘉 廣達 偽創 偽影 這些股票 那對於 這也是AI概念股的 資金就稍微會 有做一個挪移 但是我覺得 長線還是看多 長線還是看多 那這一檔是細創 細創其實他業績也非常好 你們可以去股市觀測站看一下 因為他第一季 他第一季是賺了2.48 那第二季呢 那基本上 第二季賺了4.93 其實足足成長 將近百分之百 那這個你自己看一看 他這個才 越線上看來看 明明就是一個 右下角的一檔股票 那投信呢 也是一直站在買方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有一些投信站在買方的 我們也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有些強 但是有一些我覺得 整理完應該機會蠻大 你看是不是投信也在買 投信有在買的股票 你真的也要特別特別留意 那未來 機會也是蠻大的 機會也是蠻大的 當然 還有類似於 今天的這個細創 盤中一度來到2.38.5 那收盤也還算不錯 那個外資已經連續 3天買超 那投信是連11買 你看投信連11天在買超 所以這種股票你特別特別留意 因為它的季線跟半年線糾結在一起 隨時一穿過去的話 再配合它的業績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那當然 還有一些AI概念股 你也要特別留意 比如像廣機 廣機你要特別留意到它的越K線 它越K線是量和價 不會同時到頂 出現了一個大的一個底部型態 大的一個底部型態 那它也是一檔 AI概念股 而且我覺得它也蠻純正的 你知道嗎 我下個階段 我再把這個基本面 詳細的跟各位說 那你基本上看廣機的話 你要怎麼看 這樣已經告訴你所有的一切 有沒有看到 幾乎沒有一天它沒買 為什麼要買 我們常在問為什麼要買 你今天在想想看 為什麼今天AI的個股 今天會全面線搭檔 因為你們又聽說 黃仁勳先生要發表一個超級的 AI電腦的這個掩飾系統 它整個要告訴各位 所以你要想 AI它絕對跟之前前幾年航運股 會不一樣 因為它代表的是 以前沒有 現在開始萌芽 未來會更多 我們都會進入AI的一個時代 裡面 所以只要有實體的東西 有發表出來 那得到市場的認可 又開始怎麼樣 有量產的 那這種的AI的商品 你們就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因為特別重要 我講了三遍 廣機有什麼樣的產品 它已經發展出來了 又有得到所謂有得獎的 那另外又有量產的 我會在下個階段跟各位做詳細的說明 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 創造情緒 我們要想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灰大的股票 還會再漲一倍以上 你請問台灣的AI概念股票怎麼漲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黃仁勳先生還有NVIDIA的一舉一動 都會引起市場的一個關注 所以你們一定要準時收看超越電風節目 我會給你們最新的資訊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有六檔股票 當然也其中包含一檔是技嘉 還有四星KY 都有可能會被納入M4CI概念股 但是我們怎麼去發掘技嘉的 這興入過程 我想你們都可以幫我做一個專輯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如果說本身已經有產品問世 而且在一些全世界的大展 有得到有得獎認證 你們覺得在AI領域 他未來機會大不大好 我為什麼說跟各位講的報告廣激 因為他在今年的德國 2023年的千錄市的電腦展 所頒發的Best in Show 這個英文字面上就是最好的 他得到了Best in Show的大獎 就是最好的這個大獎 那這個是專門為AI應用量身打造的 這是他的一個品項 SI 624 AI 已經有寫AI 你看 他可以滿足人工神經網路應用到高速運算 與多功能物的任務需求 這個系統呢 基本上他是搭載 第十二代的Intel的 QUON的處理器 還有整個NVIDIA的安培架構 的MXM的GPU的顯示卡 提供圖像處理功能 可以即時的分析視覺資料 各位聽聽這視覺資料 本身來講就是3D的 不是一些平面的文書 他可以即時的分析視覺資料 強化自動控制 品質控管和整體生產效率 使用於智慧工廠 零售 交通運輸 還有醫療等AIoT的應用力 他已經有一套作業系統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你要特別特別留意廣機 那最近二十六個交易日 總共投信買了七千九百二十五張 我相信今天應該也是站在買方了 那他日KD是在第一檔黃金交叉嗎 那所有均線向上站在所有均線之上 那因為KD是打了15年的大底 景線在今年已經放量過了 那七月出現最大的量 一般來講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那還有一個我必須跟各位講的 就是因為他持有延陽四萬一千多 那假設你 你有一檔股票你買的時候是五十一塊 那現在兩百多塊了 你會不會很高興 那潛在的獲利超過3.2個股本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特別特別特別的留意廣機 這就是他的技術分析 因為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那我們來看一下廣機 這是他今天的一個走勢圖 差一點點再時間多一點搞不好就拉漲停滿 那基本上你自己有沒有看到 投信一直在買一直在買一直在買 今天也突破了一個短期的下降壓力線 我們就這樣給各位看一下 這短期的下降壓力線也突破了 這是日線 那我剛才講 KD指標是往上 才在D檔上剛剛勾上來 那你如果看月K線的話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一個長期的大底 15年的大底 那你看量價關係更清楚 這當時這裡是一個大量區 量和價一般來講不會同時到頂 所以我覺得我們能夠提供一個長期大底的股票給各位看的話 你未來才會知道說 他的企圖性絕對不會 你試想嘛 你打了15年的底 結果你根本不漲 那你幹嘛打底 那又剛好現在在AI的領域裡面 我們給各位一種想法 就是這也是一檔標標準準的AI概念股 我相信觀眾朋友 你收看我那麼多的節目 尤其是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也不會無緣無故的拿這一張給各位看 你們今天回想起來 你給我的分數有多高 禮拜五 你現在可以回去看YT 我在YouTube的節目裡面 我就已經講很清楚 誰能帶你AI做進大板工 就是問技嘉 所以今天技嘉 掌平板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明天是父親節嘛 我也希望全天下的父親 你股票每個都做得順順利利 也都能夠賺大錢 讓你的家庭每個都 全部都快快樂樂的 所以這個一起發這個專案 我們一起發的破萬對折 我們持續的 我也說過了 你出一半 那我又會挺你一半 那我們已經規劃好的 新的股票 會帶著各位一起操作 那同樣的我們 為什麼要發這個破萬對折 就是希望我現在就是 插靈門一角了 觀眾朋友們 你支持我 你現在在收看我節目的 或者你有在看YouTube節目的 麻煩你拿你的手機掃描一下 我已經快破萬了 這就是一個里程碑嘛 一樣的 你還沒有加入我LIOT的 你手上有股票 你要私訊我的 你就加入LIOT 那同樣有任何的活動 我們在LIOT裡面 也會跟各位做詳細的說明 比如說你想了解一下 這次一起發破萬對折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方案 我們會在這個LIOT裡面 詳細的回答你 就說圖老師怎麼聽你 因為有很多人看我節目 你也是希望跟我一起操作 不然這TEMPO跟不上 就差很多了 對不對 為什麼我上禮拜五 我那麼勇敢的 在全國電視機面 兩次喔 我早上去現場節目的時候 主持人就問我說 AI可不可以買 我就直接舉圈了 我的理由很簡單 兩個理由 第一個 季線往上回這季線 本來就是一個天大的買點 第二個 你試想一下 本身領頭的技家 天意如此嘛 他本來應該是在 8月3號出席 可是當天颱風 所以他延到了8月4號 禮拜五才出席 當天出席 一下子就填席了 如果不是背後有一個想法 認為他會繼續長 他幹嘛要填席 所以我當天就是因為 這兩個因素 就是我認為AI可以買的 當然你們今天如果說禮拜五買的 今天大家就是很開心的來收看我們節目 不管是你AI的 我們持續幫各位追蹤的 技家或廣達也掌停 那同樣的 還有一些犯AI的概念股 我們剛才也跟各位講 類似廣機這種 已經有實體的作業系統 已經發表出來 而且得獎了 我相信未來的機會也很大 最後還是跟各位講 我們一起發 就是破萬對折 怎麼個對折法 就是優惠挺你一半 強勢的大抵股 我們要超越自己 就是要回饋觀眾朋友們 讓各位都有翻轉人生的機會 那我們下一檔股票也規劃好了 對折挺你 請你立即跟上 我再講一次 對折挺你 請你立即跟上 那明天的父親節 我相信明天的盤會更精彩 那我們就明天見 謝謝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